第三節 首先問陳靜雯博士有問題 何謂對稱呢 對稱在物理學能數學上有一個挺容易明白的定義 就是經歷了一些操作之後 你發覺做完好像沒有做過一樣 即是你拿著四方形 你將它擁有九角圖之後 你發覺我究竟擁了沒有 因為那件事本身跟原先的形狀完全重疊 就是一種旋轉對稱 或者你將一張紙對接 它可以完全覆蓋 由左邊完全覆蓋到右邊 那就是最簡單的一種左右對稱 旋轉對稱等等 有些就是隨著時間遷移的對稱 隨著空間轉移的對稱 所以整個對稱的概念很多時牽涉到 在一個很容易被數學定義的操作之下 如果它能夠還原和原本的狀態一樣 就是一種對稱 那什麼是不對稱 違反了剛才所說的定義的 或者最簡單的就是 有些東西是正的東西多於負的東西 左的東西多於右的東西 即是如果你將紙對接 左邊吸不住右邊 那就一邊多於一邊 然後一個不規則形狀的東西 你除非領360度 否則它基本上不會回到原先 就一定有些東西遮漏了 有些東西遮多了 在我們的宇宙裏面 其實就是我們都會說 那些東西是否對稱 譬如我向著西邊望的天空 和東邊望的天空 你當然會發覺有些東西不一樣 可能就是為什麼這顆星在這顆星不在那裡 但你會發覺大體上和統計上 你會發覺平均在這個範圍之外 都是差不多這麼多顆星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可以說是一種對稱 很多時候這種在天文宇宙上 那種對稱概念 你都會需要去了解到一種統計上的概念 台長現在你在這裡按 這個是吳建雄來的嗎 我正常說我沒有深厚的 但這範圍是有提到他 這位女士其實我們一直都看過他 他在這裡有介紹 提到當年李正道和楊振凌 他們拿到 語稱不守 是parity 最主要是說對稱 實驗是由吳建雄博士教授做出來的 你看到很有趣 因為他不是最近實驗室的衣服 而是奇葡 也不像 他是一個民國人 你看到你 如果其他後面的人 你不會覺得他是科學家 但為何這件事會牽涉到現在 看銀螺系分佈的對不對稱呢 其實這裏有其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學過多少中學物理 台長我學過甚麼左手定律 那套神探加利略也是整個手勢 有人會問為何一定要是左手定律 右手定律是說另一件事 為甚麼呢 如果我是一個鏡頭的世界 會不會原先的左手定律 變成由右手定律去主宰 原先的右手定律就要轉到左手定律 這種問題其實是一種語稱的問題 在鏡像世界裏面發生的事 是否完全是所有東西由左手轉到右手 也等於我看鏡頭 我動一動 它在另一個方向又有動一動 所以這是對稱 原來我們發覺很多物理過程 你進入鏡像世界的確是 你將左變右 右變左就沒有問題 但原來在藥相互作用裏面 是可以被違反的 所以這就叫語稱被破壞 語稱不守限 當然是楊振玲和你正如提出了這個假說 他們夠膽提出 在物理學裏面的弱相互作用裏面 這些語稱是會不守行的 在物理理論上是一個很大的發現 其實那些叫做right hand left hand 用我們最基本的語言了解 就是我們以前學過的左右手定律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物理學上有些甚麼 right hand grip rule left hand rule 有些這樣的東西 有些叫right hand cross product 這些東西 都是你既定了 它有一個特定的方向性 但是我們這個鏡像的對稱 假設可否投射到整個宇宙裏面 可以的 其實你說宇宙的對稱 看這個方向和那個方向是否一樣 就是一種各向同性或各向不同性的概念 如果各向都同性 基本上就是每一個方向 你可以說是有一種旋轉對稱 但是如果你說 物質分佈會否多些或少些 物質分佈經過空間 一直移 而你原本看這一塊的天空 到旁邊的那塊 再看旁邊的那塊 看是否一樣 如果是一樣的時候 就為之有一種空間對稱 另外 以前我還記得 我自己去看 還會留意一些宇宙物理文章的時候 有人會問一個問題 我們的宇宙本身是否轉的呢 我們地球又轉 太陽系又轉 文學系又轉 星系群又轉 星系團又轉 一直數上去 有些東西你就會順時針轉 但有些東西會逆時針轉 會否整個宇宙是順時針轉的東西 多於逆時針 如果是的話 它就有一種對稱 不是的話 即是有一種少少輕微不對稱 總之有些東西 但不穩是不對稱 你可以甚至這樣看 現在這一篇 我覺得這個發現 是很有趣的 我就不明白 它怎麼用屁股想出來 怎麼可以想到這樣的東西 它就說 它是專門留意 那些銀河之間 形成出來的 三角錐體的形狀 你可以想像 如果三個銀河 形成了三角形 在三圍空間裡 加第四顆的話 它會給了三角形底部 面積有一個錐體的東西 這些錐體的話 如果完全是很正的 大家的距離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正的三角錐體 正的三角錐體 你怎麼領它呢 它都是一樣 都是這樣 所以 無論你開頭是向這邊擺 還是向這邊擺 你將它轉一轉 它能夠變回另一邊 它有一種對稱 甚至它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旋轉對稱 但是如果有一些三角錐體 它是零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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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它都是由四顆錐體組成 打到四顆錐體的距離 因為很不一致的時候 有些邊長一點 有些邊短一點 你可以定義到 有一些形狀 你就可以分到它 你不可以透過靈 變成另一個形狀 你可以分到它是屬於 左那類還是右那類 或者可以打多一個什麼的比喻 一時間我想不到一個更簡潔的比喻 有沒有一些我日常的工具 我們其實會有這些東西 但你說如果在化學上 我就想得到 化學上的分子 我們叫什麼Tetrahedron 由一個碳在中間 插四個腳出來的分子 你會發覺有一些分子 它的分子的程式是一樣 它都是一粒碳 旁邊加幾粒東西 但你會發覺原來 有些是調轉了 你一定要做一塊鏡 它才能夠 而你不可以透過擰一下 於是就變了鏡裡面的影像 有些東西就是鏡像世界是獨特的 你不可以透過一粒東西 自己隨意地去擰 就變成鏡像世界 我明白了 其實這世界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對稱 剛才我列出來了 但鏡像對稱是一種比較特別的對稱 是 如果簡單一點 左手和右手 例如你那兩個手 現在很明顯我這個左手和右手 就是我的左手中間要加一塊鏡 才能夠給我和右手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如果我拿走一塊鏡 我這一個左手 可不可以自己擰一下擰一下 可以擰到和右手重疊嗎 擰不到 有可能 即是說有一些configuration 譬如我現在這隻手 這個姿勢configuration 它本身就是呈現一種鏡像對稱 這樣的擺法 就一定是左手的世界 如果我才明白 現在它為何會拿回當年的吳建宏教授 因為想到這個鏡像對稱這個擺疊是很厲害的 是的 但如果你是一個化學的人 是很容易明白的 讀化學的人 在一個分子結構很多時候出現這些例子 或者讀數學的人 也很容易明白這些例子 但你說日常生活 如果做了這幾分鐘 我想大家最容易理解 就是你拿自己的雙手出來看 大家做個V2手勢 甚麼手勢都好 總之左和右是原本是有鏡像的 你會發覺就是 你左手和右手的東西 一定是要透過鏡 才能夠重複對方 但是你拿走鏡的時候 你可否把東西的左手擰一下擰一下 擰到完全可以重疊到 我現在把手搭到你 發覺就是兩個手指公都搭到 我只能把手指公來 就不到另外幾個手指 沒有辦法完全重疊到 所以左手的世界和右手的世界是有的 它現在嘗試在天空上 尋找鏡像對稱 嘗試尋找一下 屬於左手類的三角追體 和屬於右手類的三角追體 它的數量上是否有對稱 是否一致 但這其實是否屬學家幻想 多於一個實際意義 因為很多時我們看到 所有全世界都是亂責大陸 但為何會要求在宇宙裏面對稱 我們很希望盡量找到宇宙不對稱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這樣 現在我們連宇宙裏面 為何正物質多於反物質 我們都解釋不到 那這真是不對稱 是的 其實是一種不對稱 而這種不對稱我們解釋不到 即是說 宇宙生成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合理的宇宙論 我們會認為 你一定要有一些機制 我們是能夠產生到這些不對稱 我們才能夠合理地解釋 我們現在宇宙看到的東西 那麼現在 我們這個宇宙有多少東西 對稱有多少不對稱 似乎我們的電荷是對稱的 有那麼多正就有那麼多負 我們的物質 正物質是多於反物質 這就不對稱 那些順時針和逆時針的東西 大概是大家解釋了 這樣已經很像是對稱 亦有容許少許對稱 空間上大體上是對稱 但局部上是很不對稱 那些東西會在局部上走過 但大體上是很一致的 另外裡面那些光能量分佈 應該都是屬於比較對稱 那麼為何這些東西會對稱 或者有些甚麼可能是不對稱 那麼我們希望將這些參數找出來 那麼現在去找那堆三角追體 然後去找那堆不對稱 我會覺得很… 即是… 它會意味著 是一個宇宙的甚麼參數 背後有些不對稱在那裡 那麼這件事值得深究去了解 嗯 因為如果你的宇宙完全生成的時候 各樣東西很雲巡偏心的時候 那麼照計就應該 就不會有任何東西 即是不會有任何偏心的地方 因為這個牽涉到就是膨脹理論 即是我做個餅 我一焗的時候 它發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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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照計是否所有東西 應該是對稱 即是它原本的位置 只要是增加了長度的比例 是的 但中間有些東西搞過 譬如有個人搞過裡面的這壺湯 那就變得很多東西都亂了 是的 所以說暫時這個不對稱 即是我發現到這種不對稱 我覺得這個意義是大的 但是大家怎樣去運用這個發言 來融入理論 來幫忙去解釋 宇宙原來天生容許一些不對稱 這樣大家就有多些事情去玩了 多些事情去想了 那麼這個對稱概念 是否我們可以用來去理解我們世界 我會說可以理解世界上很多東西 例如問一個問題 為何人是要做下對稱 人體 人體的對稱 為何不上下對稱 首先 為何要前後對稱 人體的左右對稱 容易理解 因為我們要適應我們 由地面拉我們下去的地心吸力 你想想如果一個人 它是左右不對稱 左右不雲巡 左大右小 你要平衡它的時候 你要平衡到的 但是你學習的過程就痛苦一點 所以你發覺無論一隻昆蟲 一隻爬蟲也好 它基本上是有條中線 可以畫到是左右對稱 有一些不規則形狀的生物 就是本身因為它不受重力影響 它可以不對稱 例如這個變形蟲 是的 那些浮游世界是可以不規則 當我們比較容易受到地心吸力影響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一個這樣的 左同右為平衡 但是坦白說 其實如果你個人特別喜歡用左手拿重野 特別行路的重心腳 特別容易去消耗你右腳的時候 你都會發育不對稱 人一定有少少不對稱 然後最後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號選也不對稱 於是令你的問題更加大 所以你用八條腿走路 六條腿走路 四條腿走路 我們兩條腿走路都要是雙數 然後還要是一左一右 蟑螂也是 是的 昆蟲也有八條腿走路 甚至六條八條腿走路 不過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我意想不到 它竟然提起當年吳建雄教授 證實了這個不對稱 反而他不用李正道和楊振凌的照片 是因為做實驗的驗證 這是重視實驗的精神 還有我會覺得 用吳建雄的例子最微妙的地方 就是這種對稱的概念 很多我們意識不到的對稱 其實是我們需要驗證的 他剛才說的 左手世界的物理 右手世界的物理 然後語稱不首行 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在我們生活中很常見的 我們只能夠盡力 用我們的生活例子 來明白它是想解構什麼 亦因為有這些例子 我才可以幫他們解釋到 現在這群宇宙美女學家 他們在尋找那樣 星體分佈的那種不對稱 原來就是可以在這裡體驗 我相信在研究宇宙學中 是不是很需要幾何的概念 我會說 你知道越多 靈感越多 我自己一直都 其實就算我自己讀宇宙物理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除了為何那些正 一定要等於負 一樣那麼多 為何那些 正電韓負連河 大體上的宇宙都好像 似乎不是說 charge了很多正電在那裡 但為何正物質 又多於反物質那麼多 我是會想這些問題 但很多時候想的比較正態 就不會想到 跟那些托迫幾何概念上的對稱 會想到一些更加複雜層次的對稱 對 這裡還有提及的趁結 就是Chan Simons Carpolling 起碼我認得 Chan就是陳上新 中國的一個很著名的 微分幾何學家 幾何學家 厲害到當時其中 一個公認的 在微分幾何的權威 是 Chan Simons 未必那麼多人認識 但也很厲害 為何呢 他心裡搞了Hedge Fund 是發達的 是 證明其實 這些數學人都是瘋的 是啊 你別以為數學人 這些瘋子上來 可以賺大錢 賺大錢 不過陳上新沒有賺大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 詹南阿姆一神 你只是說的 他是數學家 是很厲害的 但他去了做NSA 即美國國安全局 做分析 我相信在美國的很多特務機構 其實是否用了很多數學人才 是 絕對是 最簡單的解碼解密 是可以好數學的 是啊 好 不想花太多時間 講一篇這麼深的論文 但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詳細看看這篇文 我覺得很精彩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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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